剛才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加拿大的移民局 在接受國際學生申請的數目字中 顯示到有50%的國際學生申請 是拒絕的 雖然在這裏有專上學院的接收 收了他們 有是一半的 即是50%或以上 他們的申請是被拒絕的 即是說他們是拿不到學生的簽證 這個可以說是 如果是加拿大的移民局來說 我們只是做我們的事 我們只是做自己的工作 尤其是這個在安大陸省 Winsor那裏的專上學院 Sinclair Courage那裏這樣說 這個真是不奇怪的 因為很多加拿大的大學好 尤其是Courage的專上學院 在Ontario那裏和很多省都是 是靠國際學生來支撐 可以說 沒有這些國際學生 他們隨時會倒閉 所以他們就大收特收 即是內者5元 即是總之收 那時候 但是在加拿大的移民局來說 他們就不是說 只是看看 你究竟會怎樣 有一個很重要的拒絕他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的財政 是未必夠的 現在就增了他們需要 在加拿大每一年 的費用是二萬元 以前是一萬元 這個門檻高了 的時候 有很多的申請被拒 還有很多原因 財政是其中一樣的 如果只是看看Sinclair Courage 在Windsor那裏 他們就有大約是一萬個國際學生 有八十個國家 大概 就是很多 在他這一間就很多 如果是Universal of Windsor 即是在他們那間大學裏面 就有大約是四千個國際學生 這四千人是在一百個國家裏面 你 剛才也說過 你說你演示給移民局 你未必是夠錢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 你寫的所謂Study Plan 可能真的寫得不知所謂 他隨時會說 reject你 還有 有時候你說 你一輩子都未出過國 第二度未去過 忽然間說要來加拿大 這個也是可能一個理由 另外一些可能他們需要給的文件 是不足夠的 還有他們在加拿大裏面 有很多家人 已經有很多家人 在家裡 自己的族 那些人 可能會留下 這些很難說 每一個人申請的理由 或者可以被接受的理由 或者可以被拒絕的理由都不同 但是這個數目指50%是被拒絕的 這個也是很高的 那沒辦法 那些 喂 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長梯 這些專上學院 很多都是因為 要這些國際學生 來交很多倍的學費 來維持 可以開門 那我講一講 很簡單 本地學生 通常的收費 在這些高校 大約是7000元左右 一年 在這些專上學院 國際學生 每一年 學費 不計住宿 就要三萬八 幾倍 真的要靠他們開飯 那這些專上學院 是怎樣呢 他們都預計了 有一半人被拒 那我就收多一倍 即是預計了一半 是不能來得到的了 那這個呢 也是他們的過長梯 那沒得說了 那 那 因為有很多這些學院 無論是工是私 工是私 工是私 都好 這些呢 叫做puppy mill 不會有什麼 student experience 這些 沒有 即是沒有的 那 實在很多 我都見過 因為 全班 都是某某國家來的 這裏我都聽過 那 那 在Ontario 可能是更多 都不出奇了 那這個呢 如果你在安省 看著我這裏 你們可以 寫個 comment 出來 那 那 就是 安省還有幾個 除了 Sinclair Niagara Centennial 這些 那些 大家 可能 都在這些 college 那裏 讀過 那你可以說 一下 你的經驗 是怎樣 那 大家都可以看到 大部份 國際學生 現在 就不是中國大陸的 大部份 是印度的 印度真的很多 大家在這裏讀了一兩年 你們這些印度籍的同學 他們有沒有和你說過他們的感受呢 你可以在這裏分享一下 那說開印度 今天呢 亦都跟了一個在這裏開餐館的 開華人餐館的老闆聊天 那因為呢 我住這一區呢 有一間 就是我前幾年都經常做 找他買takeout出來的 唐人餐館 那 上幾個月 即是十二月尾 就倒閉了 他的事情都不是差的 因為很多時候 COVID的時候 總之叫親 takeout 很多時候都是找他 但是可能生意不好 這樣那樣 這樣呢 現在就沒有了 十二月尾之後 再沒有開門 那怎樣呢 那這裏呢 就轉了 就做印度餐館 就賣了給一個是 即是印度人 做印度餐館 還有在這裏呢 那這一區呢 真的忽然間 在去年 即是一年 就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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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餐館 那他們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正宗印度菜呢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不是很好吃咖喱 我也不是很好吃 即是吃印度菜 我就真的很少 所以我就很少光顧印度餐館 但是呢 在這裏 尤其是新一些 興建的那些區 周圍一看 哇 淋淋種種的印度菜都在這裏 有些就是Puffet 有些這樣那樣 是不是好吃的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真的多了很多印度餐館 就多了很多印度的學生好 鄰居好 真是很多很多 這裏現在 那這裏呢 不是什麽的大城市 就是 都是 現在忽然是增加了很多 那你們如果在大城市的 Toronto好 Vancouver好 Calgary好 那你們說一說給我聽一下 你們那裏現在那些移民民族的趨勢 是哪一個國家來的 多的呢 那你們亦都在留言那裏 那裏大家 只好 那麼 那裏 師傅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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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完之後 就 找PNP 這樣來申請 找Canadian Experience 這樣來申請 那裏 當然 他們就是 沒有甚麼 Hong Kong Pathway 沒有這支歌仔唱 不要說Stream A、Stream B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千萬不要跟他們說 他們真是很妒忌 因為他們要申請辛苦很多 香港的Stream A、Stream B真的容易很多 所以真的有很多印度籍的學生好、移民好 大家可以在我這裡留言